有一位网友说他看到技术精湛的厨师在制作飞饼时 不仅能让面饼快速旋转 还能把它抛向空中 然后等待其原路返回 这让网友十分好奇 为什么左倾姿态抛出的面饼会沿弧线轨迹爬升到顶点 然后又飘落回到起点呢 观察飞饼师傅的操作可以发现 面饼抛出前会先绕着身体旋转以获得脚速度 并且面饼出手时保持左倾姿态 和运动方向呈正引脚 这样抛出的面饼就会绕着重心自转起来 并以后倾和左倾姿态飞出 此时面饼在气流中受到的撞击声力和阻力的合力 相对于平面的垂线后倾 该作用力不仅使面饼的水平前进速度减慢 还推动它不断左偏航 使爬升轨迹向左弯曲 同时面饼的前缘被涡流覆盖 在涡流的低压区中获得了涡声力 由于快速旋转的面饼等效于一个陀螺 涡声力形成的抬头力举会使陀螺发生进动效应 让抬头力举同向旋转90度才产生作用 于是推动面饼向右横滚 到达最高点时 面饼的左倾角已明显减小 下落中气流的引脚和流速突然增大 面饼受到的气动力增强 于是停止前进开始后退 这让气流改变了来向 使气动力偏向了平面垂线的另一侧 于是气动力和中立的合力 开始推动面饼向后下方加速 随着水平速度提高 气流营角不断减小 而流速则不断增大 最终气动力的方向偏转到和前垂线平行 且大小和中立相等 于是面饼经过一段下凸曲线 完成了水平加速 达到二粒平衡 进入匀速斜线下落 但此时引流前缘的窝声力 又让陀螺出现劲动效应 抬头立举沿铜向旋转90度 开始推动面饼左倾 再次不断向左偏航 原本斜线的下落轨迹 就会向左弯曲变成弧线 于是落地点移动到了起飞点附近 所以飞饼师傅需要精确控制 面饼抛出的速度角度和姿态 才能形成完美的飞行路线 但我们可用十字形回旋标来做到这一点 只需把两片平突异形的竹片绑成十字形 并以疏力姿态甩出 回旋标就会像面饼一样绕着重心转起来 由于上侧一面逆风前进声力较大 而下侧顺风后退声力较小 产生了横滚力矩 同样会使回旋标这个陀螺发生劲动 因此力矩会旋转90度 推动回旋标抬头 这使得机身和气流的引脚增大 直向侧面的声力增强 使回旋标沿弧线转弯 同时气流制造的抬头力矩 再次让陀螺发生劲动 力矩旋转90度后 推动机身向水平方向横滚 所以回旋标两侧的声力差 通过陀螺的两次劲动 反而推动它反向横滚起来 使声力方向不断上偏 运动轨迹变成了半径不断增大的升高弧线 当回旋标接近最高点时 转速已经减慢 陀螺效应十分微弱 无力继续筋动翻滚 最终以很小的侧倾角下落 但此时机身两侧的声力差依然存在 又推动侧倾角不断增大 使回旋标以半径逐渐减小的螺旋线坠落 最终会大差不差的落在起飞点附近 可见飞柄和回旋标都是利用了陀螺的筋动效应 使气动力产生出人意料的作用 差别则是会扔飞柄的人通常都能接住回旋标 而只能接住回旋标的人通常都会把飞柄扔到树上